《彼得前書》 第二章 十八至二十五節 你們作奴博的 要以恭敬的心 信服在你們主人的權兵下 不論他們是仁慈明理的 還是殘忍嚴苛的 你們都要聽從他們的吩咐 上帝喜悅你們憑良心做正確的事 並耐心地忍受不公平的待遇 當然 如果你們因作惡而受責打 這眾忍耐是不會得到讚賞的 但如果你們因行善而受苦 並能耐心地忍受 這就是上帝所喜悅的 因為上帝召喚你們 是要你們去行善 即使這意味著苦難 就像基督曾經為你們受苦一樣 祂是你們的榜樣 你們要追隨祂的腳中 祂從來沒有犯過罪 也沒有騙過任何人 祂受辱的時候不還口 受苦的時候也不揚言報復 祂把自己交託在公平審判人的上帝手中 祂在十字架上 親身背負了我們的罪 祂使我們能向罪而死 能為義而活 因他所受的創傷 你們得到醫治 你們曾經像迷路的羊 現在卻轉向了自己的目者 就是你們靈魂的監護人